李天安德们大家好 我是马尼泰凯拉萨南德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行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这个录像中呢 想要继续的跟所有凯拉萨的居民 跟所有凯拉萨来的灵魂对话 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 如果你呢 不管是已经跟师父有连接 或者是过路的信众 听众这样 所有的能够在这个空间 听到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名号 或者有机会去得到他的打显 所有的这些 包括YouTube看到他的视频 或者在线下阅读他的书籍 所有的这些灵魂呢 你们要非常确定的知道 你们跟师父是有很深的缘分 这个缘分有可能是你前世 无数次的去祈祷 想要走向最终的正午圆满 或者是你已经跟师父 有了前世的渊源 所有的这些呢 才能让你有现在的这个机会 去在这一世 通过不同的渠道 来到师父的身边 来接受他的点化 成为他入门的徒弟 我们所有的这些灵魂呢 都是开拉萨来的灵魂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一世在地球上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过一个 一般人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呢 或这样的生命的轨迹 我们已经在地球上 经历了无数次 这一次 当我们的上师在世的时候呢 我们的使命就要醒来 就要觉醒 我们投胎的目的呢 在这一世就是为了实现 最终的正午圆满 和Parmashiva的合一 它的实现呢 是通过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世我们在之前 就没有师父 在世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这一次师父在呢 我们就是要走向最终的超脱 在这一世强烈的显化 与师父的合一 实现自己最终的正午圆满 这个场所或者是过程呢 就是在开拉萨事业的建设上 开拉萨呢 它是宇宙最终极的世界 是师婆神的家乡 师父作为师婆神 第1008次的转世化身呢 来到地球 就是为了把这个开悟的 开拉萨的文明 复制到地球 把地球从现在无意识的 Kali Yoga的年代呢 进化到有意识的真理年代 Satay Yoga 把人类呢 从现在无意识的人类呢 进化到超意识觉醒的人类 这个的生物意义呢 就相当于是从猴子进化到人 虽然在肢体上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在意识的觉醒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跳跃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通过开拉萨事业的发展 而实现的 这些呢 也都是师父这次带来的伟大的使命 开拉萨的事业呢 不是仅仅是一个 网络或者是知识性的国度 或者是一个系统 它一定要有现实的生态系统 就是线下的这个寺院寺庙 牛棚大学图书馆 古鲁库 所有的这些厨房 只有 有实体的生态系统 有实体的政治主权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开悟的使命 这个开悟的国度 这个开悟的生态环境 什么是一个开悟的生态环境呢 师父曾经在开始中讲过 一个保存好的印度教的寺庙 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你走每一个台阶往前走的时候 你都在下载讯息和神明的连接 超意识的觉醒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发生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开悟的生态系统 只要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生活呢 就可以显化超意识的觉醒 这个呢 是在当下的地球需要有政治主权的 也因为非常多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方式呢 或者开悟的方法 是被现在无意识的人类和社会去禁止的 只有有这个政治主权 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性呢 去实现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完整的建设 所以呢 这是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和支持 第一呢 是要把我们的生态系统建立起来 第二呢 是我们要有主权 要有这个政治权利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所有的 开拉萨的居民在这世投胎的目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使命中醒来 拿起责任 积极的参与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你可以来学习Paramashivum的课程 接受师婆的一级二级点化 在这个之后呢 成为师父 师父入门的徒弟 跟师父建立灵性的连接之后呢 在我们的平台上做志愿者 积极的显化我们的 电子国度以及线下的这个建交的所有的这些现实 以及我们中心的建设 并且呢 也希望所有同修大家都发愿或者是 拿出行动呢 成为SJP的捐赠人 用金钱和物资呢 去支持开拉萨事业的发展 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建设所有的这些寺院寺庙 牛棚和学校 还有图书馆 所有这些伟大的事业都是我们投胎的目的 也是师婆神在地球上行走40年 一直一直在努力做的这个事业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在收到这个讯息的所有的开拉萨的居民 开始拿起责任 参与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所有的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 或者是想要开始自己开拉萨事业建设同修 包括做志愿者 或者是捐赠 用你的金钱捐赠开拉萨的事业 所有的这些同修呢 希望大家都跟 马开拉萨联系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